球车抵达北检后 队伍最后一人 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他穿着北索的黄衫衫 搭配短裤蓝白托 双手背上靠步入北检 柯文哲表情淡定 似乎已经习惯流程 毕竟这是他第四度遭到戒题 下了车还将手举起来挥一挥 好像在与人say hi打招呼 没多久律师也到了 就是今天开庭有什么样的新准备吗 解放对面是不是还没有找到 一些相关的金流呢 26号上午10点半将进行开庭 这回同样针对土利和收惠罪嫌 要来一一比对厘清相关事证 解开贪污密码 因为前几天金华城案的 主要在押被告们 包括前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施应员易小薇 维京集团主席选庆金也都四度被借题 主角总是最后现身 针对这周新进度和新证词 检方再度找来柯文哲讯问 每次借题他 警方也不敢掉以轻心 民众长主席柯文哲是第四度遭到检方来借题 而就怕有不同势力的人来到现场进行声援 因此警方也是自主性的架设了护栏 要防止意外发生 时间来到9月最后一周 等同羁押期限的两个月只剩一个月 检方分秒必争巩固坦污市政 将金华城案的背后秘密一一解密 东森区文哲许婷SNG小组台北报道